今天我们首先来讲的这首小诗 是唐代的诗人刘芳萍的一首诗 叫做月夜 提到月夜这个名字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我们读过很多写月亮的写夜晚的诗歌 比方说我们可以想一想 就你从小到大读过哪些写月亮的诗 写这个夜晚的诗 比方说我们能够想起来的 马上就能够想到的 有这个李白的静夜思 对不对 床前明月光一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再比如呢 其实唐代的大诗人杜甫 也有一首诗就叫月夜 这个月夜的诗呢 写这样的内容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首呢 来自唐代的一个诗人叫刘芳萍 刘芳萍是谁呢 相信提到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刘芳萍这个人呢 其实在今天仍然不落伍 我跟你们讲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呢 是到了21世纪 就是有一个动漫公司的团队 在去做唐朝帅哥为原型的动漫的时候 选择了刘芳萍 为什么呢 因为刘芳萍在当年有一个特别大的名气啊 叫做天宝年间第一美男子 就说这个唐玄宗的后期叫天宝嘛 天宝年间第一美男子 最帅的就是这个刘芳萍 刘芳萍当年帅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了 但是啊 刘芳萍当初曾经留下过非常多的 奇闻异事野史八卦被后人记 而主要的被记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人长得帅 所以这个刘芳萍是帅到穿越了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到21世纪 很多动漫公司在设计唐朝的帅哥的时候 还会用到这个人 这是第一个点啊 当然我们今天读刘芳萍不是因为他长得帅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他的诗写的很不错 就他的诗歌写的应该算是相当好的 只不过呢 刘芳萍的身份是一个匈奴人 所以他可能跟我们中原的这些李白杜甫这些人不太一样 他是个匈奴人 但是他的诗写得很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啊 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拍的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 寂寞空庭春玉晚 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视剧的 寂寞空庭春玉晚 这个寂寞空庭春玉晚这首诗 这个诗句就是刘芳萍写的 他的一首诗叫春愿 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句子叫寂寞空庭春玉晚 梨花满地不开门 所以呢 他这个寂寞空庭春玉晚 也是一个算得上是千古名句了 我们到21世纪拍电视剧 还要用它来做电视剧的名字 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首小诗 《月夜》呢 也是刘芳萍所有诗歌当中最出名的一首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诗到底留在哪 因为这个《月夜》其实刚才讲了 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 很多人都会去写 那刘芳萍写这个月夜 跟其他人写月夜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今天仔细的来说一说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小诗给大家看一下 叫做《更深月色伴人家》 北斗栏杆南斗辖 今夜偏之春气暖 重生心透绿窗沙 里边就是短短的四句 每句七个字二十八个字 《更深月色伴人家》 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 《更》 《更》就是中国古代的计时单位 对吧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计时用的是小时 中国古人用的是时辰 但是中国古代还有一个专门的词 用来代表夜晚的时间 这个词就是《更》 比如说我们今天 在我们的用语当中 还会保留着半夜三更这样的说法 或者是三更灯火五更基 正是男儿读书时 这个三更五更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古代对于夜间的 这个计时的一个方式 那么他们怎么计呢 他们会把这个从晚上的七点 到凌晨的五点中间的这十个小时 也就是五个时辰 叫做五更 所以我们讲三更是什么时候呢 三更刚好是半夜的十一点 到凌晨的一点钟中间的这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以前也叫半夜三更 而我们所说的五更呢 就是已经到了早上的三点到五点了 这个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所以叫三更灯火五更基 那在这里边叫更深月色半人家 什么叫更深呢 简单来说就是晚上已经到了很晚的时候了 这个就叫更深 到了非常晚的时候的月色 这里边他来形容这个月色的时候 用了三个字叫半人家 大家仔细琢磨一下 什么叫半人家 是不是说正好有一半的人家 看见了 有一半的人家看不见 什么叫半人家 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呢 要仔细的去研究这个诗歌背后想要传递的东西 比如说在这个句子当中 更深月色半人家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不是说这个月光照过来呢 刚好照亮了某人家的一半 不管你是前一半还是后一半 左一半还是右一半 这感觉都是不对的 这个半人家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 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 就是好像是有的地方能看见 有的地方又看不见 是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里的月色半人家 要告诉你的是 今天晚上的月光很朦胧 既不是那种透亮的照的感觉 如同白昼一样的月光 也不是说一点光亮都没有 完全看不见 而是朦朦胧胧的半明半暗的一种感觉 那在这种感觉 进一步的告诉你 其实这是更深时候的表现 就是这个夜晚已经很深很深了 天上虽然有月亮 但是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看了不是非常的清楚 第二个句子叫北斗栏杆南斗峡 这个北斗和南斗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星星 我们叫北斗七星南斗六星 在这里边的这个栏杆的意思 就是横斜着 所以北斗栏杆南斗峡 其实就是说北斗星南斗星 都在四处横斜着 纵横交错着 这种感觉就是在告诉你 好像星星也很散漫的 在天空当中躺着 所以这个感觉 整个的前两个句子 写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感觉 简单来讲一个词叫做静谧 对不对 就非常的安静 或者如果再加一个词叫朦胧 比较安静 比较朦胧 这样一种感觉 更深月色 伴人家 北斗栏杆南斗峡 那这两个句子 是不是这篇小诗的精髓呢 并不是 它只是一个铺垫 它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 对吧 我们有一首流行歌叫 阿珍在上了阿强 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安静的夜晚 这个小诗就是 在一个有星星和月亮的 朦胧而安静的夜晚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后边这句事情就来了 叫今夜偏之春气暖 重生心透 绿窗沙 这里面有几个字 很值得我们去琢磨 第一个字呢 叫做今夜偏之春气暖 大家想想 偏这个字 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今夜偏之春气暖 和今夜知道春气暖 就是这个偏 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比如说我偏不告诉你 这个偏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自己在经读 每首诗歌的时候 一定要能够去体会 这个作者想要传递的情感 或者状态 这个偏之春气暖的偏 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大家能感受到吗 就比如说我偏不告诉你 对吧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但我就偏不告诉你 今夜偏之春气暖 这个偏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知道春气暖这件事 是一个比较让他自己得意的 或者对别人来讲 别人不知道 他知道 有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今夜偏之春气暖的 这个偏字呢 有一种诗人很得意的感觉在里面 这个得意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可能多数人 没有感受到 今天晚上没有感受到这个春气暖 但是我感受到了 所以通过这个句子 我们就知道 这个月夜他要写什么 其实他不是要去写这个夜晚 也不是要去写月亮 而是要去写这个有月亮的夜晚 让他感受到了春天的到来 这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想一想 这样一篇文章写的特殊在哪里呢 它是一篇写春天的文章 我们大家都读过很多很多写春天的文章 对不对 我们甚至在今天很多小学生也会去写春天来了 包括以前我们读过朱自清的春 对吧 春天是怎么到了 盼望着盼望着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 对吧 我们甚至有一些儿歌 叫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小朋友的眼睛里 看见红的花 看见绿的草 还有这个什么样的小黄梨之类之类的啊 那我们一般人写春天是怎么写 至少你写的是白天吧 但是你看这首诗很厉害的地方在哪呢 他写的这个春天 是晚上怎么写春天 而且写的是 不是说这个已经百花盛放了 大家都知道春天来了 春天的夜晚是什么样 不是 他写的是春天刚刚来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察觉的时候 你怎么察觉到的夜晚的这个春天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因为晚上你是看不见的 对吧 哪怕有月亮 有星星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是朦胧的 我看是看不到春天的 但是我可以怎么样知道春天来了 他讲到了一个字叫暖 所以这个暖不是被我们看见的东西 这个暖是被我们感觉到的东西 他说今夜偏执春气暖 首先呢 他在写这个晚上的时候 写的就很与众不同 他写的感受是 按理说我们都是看到春天来了 他是感到春天来了 用暖这个字告诉你春天来了 我们以为说这个已经不错了 但其实这还不是他最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暖不是他自己用身体感受到的 不是他自己用触觉感受到的 而是他听到的暖 你看就是去写春天去写暖 但是又去写自己的听到的暖 为什么是听到的暖 你怎么能听到天气暖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后面他讲 他说叫重生心透绿床杀 他说我知道春气暖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我听到了重生 因为我们在冬天 按理说 对吧 虫子要么在这个折服 或者在冬眠 我们是听不到的 他说今天晚上我听到虫子的叫声了 所以我知道一定是春气转暖了 天气转暖了 春天要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小小的细节写的非常有意思 他说我的春天不是看见的 我的春天是听见的 但我听见的也不仅仅是春天的重生 我听见的是春天的气候正在转暖 通过小小的重生 我知道春气暖了 这是中国古代人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感受 同时他讲这个重生是什么样的重生呢 叫心透绿床杀 你注意这里边每个字都很有意思啊 这个心说明什么 心说明我在之前没听到过 对吗 我之前并没有听到过 我刚听到这么一声 这声对我来讲非常的新鲜 所以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新鲜感 而这个新鲜感一定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你在之前没有听到过 并且呢 前面两句讲 这个夜晚非常的安静 寂静无声 突然间冒出这么一句重生出来 这个时候让我感到心 这就说明春天的气候是在转暖 但是刚刚转暖而已 多数人还是没有感受到的 没有感觉到的 这个叫重生 心透绿床杀的心字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叫透 这个透也很有意思 透是什么 透是穿透 按理说心的重生 刚刚听到的微弱的这个声音 本来是不那么强烈的 但是透这个字呢 其实它有一种力度 所以这个透字 其实写出来的是 虽然还没有迸发 但是已经能够感觉到的生机 它有一种力量 春天的力量好像来了 这个力量就通过这个虫子的叫声 传出来 透的是什么呢 透的是绿窗沙 这个地方我要再提醒一下大家 晚上夜晚 你能看得见绿窗沙吗 你就算真能看见绿窗沙 你晚上知道这眼色是绿色的吗 你看得见它是绿色的吗 大家想想 这里边一上来就告诉你 叫更深月色半人家 我人家都朦朦胧胧的 我能不能看得到窗沙是绿色的 还有中国古代人会用绿色的窗沙吗 大家都有没有见过这个窗沙 窗沙是什么颜色 窗沙往往是半透明的 对吗 所以你知道绿窗沙是什么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窗沙是绿色的 我人在这个房间里面 什么时候我会觉得窗沙是绿色的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我从屋里面往外边看的时候 外面的天地 已经是一片郁郁郁郁郁的绿色了 这个时候我会叫绿窗沙 所以最后这个绿窗沙 其实是诗人的一种想象 就是外面的声音传进来 那个虫子的声音传进来的时候 虽然这是一个有着星星 对吧 这个月亮 但是并不明朗的夜晚 我看不太清楚的夜晚 但是当重生传进来的时候 这个诗人开始想象 外面的天地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片 匆匆郁郁郁的绿色 所以他会想象 是重生透过这个绿窗沙 穿进来的 外面一定是已经是有一个春天的生机了 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这首小诗 叫月夜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说 这首小诗为什么能够传到今天 包括我们说刘芳萍这样一个人 对吧 一个匈奴人 已长得帅出名 怎么这个月夜这首小诗 短短的28个字 能够留到现在 我们认为他写的是有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主要是什么呢 他写春天啊 竟然拿着夜晚在写春天 这是很罕见的写法 很多人写春天 都写的是我看见春天的什么 我感受到春天的什么 至少都是白天的 他写的是夜晚的 这是第一个与众不同 第二个他写夜晚怎么写 他写夜晚的春天是安静的 而且是春天刚刚来的时候 一般人还没有感受到的时候的 那个瞬间 他说我是怎么感受到的呢 我不是看见的 我不是感受到这个风变热了 对吧 我是听见了窗外的重声传进来了 重声一鸣 甚至是低声 他就敏锐的捕捉到了 这叫重声心透 而且这个声音在他看来 特别特别的有力量 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 这个印象深刻 所以他用了透这个字 而且他说透过的这个窗呢 叫绿窗沙 他已经通过这一声重鸣 开始想象外面整个碧绿的春天 所以这个叫重声心透 绿窗沙 好 这首小诗讲完了 大家现在听下来 有没有觉得这首诗 还是写的很精彩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精读的方式 所以什么叫精读呢 精读其实就是第一 逐字逐句的 把这个作品真正的给吃透 第二呢 是真正的知道这个作品好 好在哪儿 对吧 今夜偏知春气暖 这个偏字 这个诗人其实有一点得意 你们都没有发现 我敏锐的捕捉到了春天的气息 怎么捕捉到的 后边用了一个重声心透绿窗沙 其实我们今天在写文章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啊 在这个比如说三年级的时候 已经开始写一些 比较成型的段落和文字了 我们也许有时候会去写外面的季节 对吧 春天来了 你怎么写春天 你看刘芳萍的这种写法 其实很值得我们去遐想 值得我们去借鉴发挥 比如说我可以使用视觉 但我也可以使用听觉 对不对 我可以去写已经绽放的春天 我还可以去写我想象中的 含苞待放的春天 我可以去写这个白天的样子 我也可以去写夜晚的样子 当然夜晚我们看不见 但是夜晚当它特别安静的时候 我们的听觉似乎是格外的发达的 而当我们能够听到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加入一些自己的想象 比如说这里面的重生 心透绿窗沙就是春天到来的信号 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句子 所以以后我们自己在写春天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到这个句子 叫重生心透绿窗沙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小作品 叫月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获 好 那这个第一篇呢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 有没有感受到说 哦原来这篇文章是这样的 这个小诗歌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觉得这首小诗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了